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韩国股市也很强 我们看到港股好像涨了380几点 都很强 都很强 这一块是未来我们现在 直接要观察的一个重点 我相信外资也是在看这一块 因为以他的外资的 在美国的霍特中概指数 还是在高档一直在涨 那以这一块来看 当然外资看中国股市是多头的 至少美国那一块是看中国股市是多头的 所以他会在台湾两岸三地 来做加码的动作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的P&I 是创16个月来的新高 也是相当表现相当好 这个都会支持外资 是进入这个市场的一个动能 好 我们要开开心心的做股票 那么涨涨跌跌在所难免 那你怎么样抓住这个方向 我记得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说 这个攻打叙利亚那一天美股是大跌的 说要攻打那一天是大跌的 美股是大跌的 结果台北股是刚好打到7760的位置 就上去了 7760点就上去了 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讲 投票你做股票 你千万不要换得换失 你决定要做多 当然就拉回这个找买点 这是不会变的 你不能弃你或怕 老师 手提带老师 过高的 怎么长大怎么办呢 追不到 可是跌下来又有害怕说 我要不要杀要不要砍 这都是错误的 你有一套很好的工具 来辅佐你 当然这一套工具要很像样 我们等一下说美国国家 以前也跟大家说 CRM这个Sales Force 这个大涨12.5% 在美国 它的直接联动 就是2453的零群 今天有没有涨停 只要你抓对方向 股票就是这样做 我们先从指数来讨论 指数来讨论 指数就是方向 每天都说了 每天都说这个 今天是不是多方架构呢 多头冠心呢 指标呢 指标是不是在多方 是不是在多方 那么这个多空一线间 在于你的指标 我们讲指数就是这么简单 把它简单化 不要把它复杂化 不要谈了三四百点 然后就说 这个从低档 就一路乱空 然后三四百点 就几乎变成凹空了 都不需要这样 这个金融商品是活的 你可千万不要把它做死了 来看看 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 你看 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 你看看是不是多方 你看看就是多方嘛 多方架构 在这个军舰的上铜 然后也是多方架构 那么差一点 你收最高 那收最高 没有多大一 这就只有二十几点而已啦 大概今天的高点 是落在十一点半 到十二点半之间 这个点 所以今天是多方惯性 我们再来看看 延续多方惯性 你看是不是 有没有 我说过 最坏的状况 股票指数 任何东西 任何金融市场 金融商品 它的意思都是一样 你在这里做空好了 只不要在这边 你这边做 假设你在这边做空 你这边回补 你自己看我也知道 你没有什么输赢的 你没有什么输赢的 可是你不补的话呢 你不补 还在凹 还在凹 就上去了 一嘎就是三百多点了 一嘎就是三百多点 可是你在操作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最坏的状况 是没什么输赢 可是你对的话 就是这样子 你说会涨到哪里 谁知道 没人知道 金融市场上的结构 我常常讲说 指数是比股票简单千百倍的 因为指数就是技术面 你用技术面来做就可以了 那金融市场的结构 是千变万化的 是千变万化的 为什么叫千变万化呢 一个要攻打叙利亚的 到底要不要攻打这个内容 就让这个结构开始出现变化了 我们来看一下 9月2号的 今天 你看看 整体的架构 那么你会发现说 油价小幅拉回 可是黄金现在跌 慢慢再跌 那美元呢 就上来了 美元就上来了 一个 所以金融市场的结构 是千变万化的 技术面是固定的 技术面是固定的 KD值法交叉往上 就是黄金交叉嘛 往下就是死亡交叉 它是固定的 可是它的结构 是千变万化 一个要攻打叙利亚 这个情况之后 让美元上来了 让美元上来了 那么往往美元上来的话呢 欧元就转弱 欧元转弱 事实上这个时间点 德国法国这些股票 市场上就比较弱 因为要去打叙利亚 是要靠这些北约的国家 当然德国没有啦 要靠这个北约的国家 但是 好事情是这样 只是我要跟大家讲的 我上个礼拜就说了 与其黄金墙 不如美元墙 黄金墙是标准的避险的 美元墙啊 代表是基本面好的 美国在支撑的 这是对的 因为美国啊 这个经济基本面 比这些都强嘛 都比这些都强 所以 灵验它涨 灵验它涨 当然这个结构的架构 就是这样子 一直在变化 但是我们从这里 研判的结果 还是要做多啦 还是要做多 我们来看看国际股市 美国股市当中 当然上个礼拜 是看不到什么好东西在动啦 但是啊 全盘结末 有些 同学们 你看到我们照到这一块 这是每天早上八点多 八点多的时候 我们这个 这个软体 就会自动跑出这些讯息 这些讯息啊 是我们花时间 收集过后的整理的资料 我跟大家提到过 我每天在家里至少要做 这个东西要出来之前 要做七到八个小时的研究 把这些资讯找出来 互相比对 譬如说 你看这个奇景光丁还在空方 像这些空方的股票 跟台股联动的股票 联勇也会跌升反弹的 你不要去追 你可以准备把它卖掉 当然你做空 你有做空的做法 陈宏你看 陈宏还是不怎么样啊 宏达店都不怎么样的啊 是不是宏达店今天也是 这个是要命啊 那些大跌的股票 我们就不要谈了啦 因为我的个性使然 我在股市的操作 是只有攻击啊 不需要防守 你可以换股操作嘛 可以换股操作 那整天跟你艾森叹地讲说 宏达店你看这早就跌下来 你看指标什么 KDRSI都一样啦 不是我的指标好啦 大家都一样啦 但是你要攻击的话 我们做多去看到 这个东西叫CRM 它的原名叫Salesforce 昨天涨12.2%啦 云端软体 所以你看看你看 注意看看 我们稍微照进一点 这在8点多的时候 8点多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的 8点多 8点40分 你看到这个东西叫CRM 它涨了 它是创新高 有没有看到它的相关股票 叫什么 有没有看到 叫凌群 你今天可以买得很充容 它在尾盘才拉上涨停 是不是 这样做过去就不太差 怎么那么巧呢 这个东西这样子 然后就是这样子 然后它创新高 铃群就会涨停 怎么会这么巧呢 你8点多你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Tesla 继续涨 不过Tesla的股东说 老板说 他股票好像去那些太多了 他们自己认为的 不过你可以考虑到对手 像VNW这些 这些概念股 那美国的内容 就知道美国股市根本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那么焦点当然是放在路股 哇糟糕 路股呢 上个礼拜 床月板中错3.3% 但是今天又涨上来了 今天 中国大陆的早盘第一盘 爆大量 爆大量 那个互联网概念股 杀进杀出 那个上海自由贸易区的个股 几乎打到跌停 又急拉上去 很刺激 很刺激 今天早盘 它的股市量很大 前一个半小时 好像就看到700多亿了 震荡很大 好 这些当然 我有跟大家提到 观念你要很清楚 这个 创业板过高 拉回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我们股票开始动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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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林群啊 清晨资讯啊 这些啊 一大早在八点半的时候 我们每天啊 顺便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这个 我们每天啊 在八点半 八点半 跟八点五十五分 这个地方跟大家介绍股票 我们今天介绍什么 林群有没有涨停 我们介绍一个太阳能 我好久没做太阳能了 可是我们这次做的太阳能 居然不是 不是这个新日光 还是不是 茂迪 因为美国这一块是在跌的 可是中国这一块 结合智能电网的股票 却是飙翻天了 我们做什么 三五一九什么 绿能 不到十五分钟 就涨停了 有没有 还算不错啦 有研究 你就会有架构 好好的啊 锁定我们的节目啊 我只希望一件事 你能够把你的股市的操作 观念改变过来 我今天再拿那个宏达电 一直等一下起来 那个图形给你看 真是啊 真是 对我来讲是一点意义 没有啊 那只是打你的伤痛而已啦 那我为什么不这么做 并不是说 就是说我那个跌下来 就告诉你说很准 操盘软体 这个软体大概都大同小异 技术指标就是这样子啦 但是有没有这一块 有没有全世界 全世界这一块 有没有全世界个股的这一块 有没有中国大陆个股的这一块 你自己不断的在攻击 将来我看空的时候 我也会告诉你 我们就一起来做融券 要做融券的时候 当然去选择 就好像我说的 我们现在做多啊 是绕在这个 这个涨上来的部分的个股 跟这个涨上来的部分的个股 我今天早上跟你讲CRM嘛 那我也跟大家讲 这个中国大陆 它在台湾跟中国大陆 就两个代表的 它供应链 一个就是零群 一个就是中国大陆的东方国性 东方国性 我今天早上 这两档股票都拿给大家看 东方国性今年涨了一倍多了 一两倍了 好 那么如果未来看空的话 当然这个跌这个跌的 交集的股票就是我们做融券的标的 所以要多空自如是这样子做的 而不是去拆的 不去拆的 那么我说过 如果你能够向我们提前知道 来 再来看一次 再来看一次 你看看八点多 早上八点多还没开盘 你就知道这个股票 它创新高 你知道这个股票跟这个有关系 有没有 那你就怎么样 那你就怎么样 那你是不是 其实上个礼拜就可以提前 提前布局了嘛 你上个礼拜就可以提前布局了嘛 就可以提前布局了 你今天就清清拆拆 你看这个铃群啊 我们来看一下铃群这张股票 你看今天是不是 震荡震荡 早上啊 你很充容啊 只有涨一趴 左右在这边 一趴两趴左右 有没有看到 今天震荡震荡 最后涨停了 冲冲融融 有时候我跟同志们 就是使用我们这一套啊 我们把它称为 叫做超盘工具这一套 这个超盘工具 我们的东西叫超盘工具 超盘工具 它会有预告 教你怎么做 股票会提供给你 操作更是简单 更是简单 那么我为什么要跟大家提到这个观念 说 这样的超盘工具 这样的超盘工具 你可以选到铃群 而且就这么一档 你可以选到三五一九的绿能 而且就这么一档 那么这样的一个超盘工具的话 同志们有 我们 我现在统计啊 这个在线上大概有 大概七八百位在用而已啦 那我要强调是说 如果变成好几万人在用的话 这个准确度可能难免就会降低啦 这个市场性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时间点是最好的 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族群啊 这在做短线的 就是说 同志们你知道什么叫 当日充隔日充吗 你要当日充隔日充 同志们你自己要想一下喔 你喜欢做极短线的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那个股票最有题材性的 我们再讲一次喔 你看这二四五三 我们再讲一次喔 二四五三 你看喔 二四五三 同志们你知道吗 你要当日充隔日充啊 你这样才充得掉 才赚得到 这样同志们你懂没有 你不能当日充 充不到 然后就开始套牢了 然后再当日充啊 每个人都说要做短线啊 选不到好股 选好股一定是要当天 这个盘面上最有题材的股票 那是不是要当日充隔日充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明天开始 你今天天天跳空涨停 你就一直赚下去就好了啊 这样都没有 跟着指标做嘛 但是你想要进场 我之前跟大家提到过 那做股票 我的左右名是有今天没明天啦 你今天都没有办法赚到钱 一直在想明天的事 老师宏达店跌那么深 要不要布局一下 你打卡可能有点问题了 做股票这样不会赚钱 因为他没有题材 他现在所有的题材 都是负面的 但是你跟我讲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空宏达店 我看是可以啦 仅供参考 哦来来来 跟大家讲 操盘工具就是给你 就算你要做当日充隔日充 这个叫当日充隔日充 操作的一个方式 好 那我们就来谈 谈今天另外的股票 我们再谈 这个 消费长再来谈股票好了 再谈那些好了 我们先谈那个 这个 这个 随便举例党好了 3665会冒联 好 Tesla概念股 Tesla概念股 我们讲的不是要讲什么 是我们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 这个 9月2号 昨天1号是礼拜天 所以今天是9月份的 第一个交易日 投资本想 这一个月你打算怎么做 你要不要问问自己 是不是每个月都在等 那个宏达店解套啦 陈宏解套啦 你有没有想过说 我们这个月 让自己多赚一点 好好在这个市场上 赚到钱 我们这几个月下来 10月是5月21号 上个礼拜我们 就跟大家提这个观念了 这档股票100块介入 260块出 全台湾 大家都看得到的 我们在讲的时候 是没有动的 是没有动的 我们再介入的时候 它是没动的 几天过后才动的 这是5月份到6月份 来到6月份 还是我们记得我们讲 F帽连吗 就是这个点 就这个点 这个点 F帽连 卖点 我们现在还不打算解决 因为它没有买点嘛 这里到这里 又是1.5倍 好 5月份到6月份 6月份到7月 你还记得我们讲 上海钢链来做商店街吗 是不是拉了9支涨停 7月份的代表座 你今天有没有注意到 416的事情 差一点又涨停了 有没有 事情 全台 我们都在 连这些股票 连这个时间点 都有跟大家提到 所以我不需要作弊嘛 连这个 早上这个都提到 有没有讲到事情 事情 差一点又涨停了 有没有看到 4成了 这样又4成了 上个月大家都说 一旁走 我们还不是手到勤来 那这一个点呢 你看 5月 5月 6月 7月 8月 有没有8月 那9月呢 这一块要留给谁 投资朋友 这一块要不要留给你 这一块要不要留给你 这个位置就是留给你的 好股票就在这个位置 只要你赶快跟我们做个联系 你就可以拥有它 好 我们台股新攻略休息三分钟 马上回来 在古代 庄园之地得去寒窗苦毒 而现在您不用十年寒窗 一把手气就能高中庄园了 来金门 华庄园 汽车大奖 等您托回家 8月17到9月19 欢迎来金门观光博装园 威大利 伊大利 威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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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啦 is it good to drink 你点看吗 威大利的金黄色 不是色素 是维他命B2的原色喔 自小到大行 我们都用尽四名的商品 不管是吃的 硬的还是新的 我们都拚命费喔 是你又不买吧 你看 现在网路公有 很流行 让我们买到就不败 不过网路交易 要怎么开档买了 安心又鬆快咧 我知道我知道 调控机卖网路 卖家都有邮局的 代售付款服务喔 买家可以获到代付款 卖家不用签约 如果有划播帐戶 補卡还可以免收惠备 24小时内就可以收到钱喔 中卡有赚 不理要赞喔 赞赞赞 我就是要你爱上我 三立电视打造华剧 你和我 每一秒都是幸福的开始 这才叫做作业漂亮大 最与比赛 三立电视启动华语 组议大热门 提供 全新超级偶像 震探登场 超级艰难人 你准备好了吗 创造华流 引领全球 三立电视 股市不只是加权指数上上下下 汇率升扁到底代表什么 产业赚不赚钱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互动式的财经平台 带您深入探索每个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立财经台 1900财经行为 全新观点不超爆 每日关键报告 领先各大媒体 趋势我说了算 让您财经早知道 国际财经零距离 Makno News 让您独立思考 产业分析最犀利 带您抢先获利 鎖定爸爸 让您轻松钱混钱 就待三立财经台 阿翔 这拿去走 阿爸常说 事业经营 一定要有好朋友 好信用 幸好有阳性银行 家业才能世代传承 财富才能逐步累积 Sunny Bank 阳性银行 好 欢迎在这里回到台股新攻略 该您掌握全世界 好 掌握全世界之下 这一段的部分 要是要请警察各位 来看一下 在各股方面的这个谱形 好 我看一下 我们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打起精神再来一次 5月份的实微 100块做到260 这里有时间 5月21号 10点1分 我们的操盘工具 跑出这个东西 我给大家的股票 都是一档到两档左右 好 那么来到6月27号 F茂连 我刚才说过 最好是 这个最差的状况 输赢不大 对的话 这个F茂连 当时候是50块介入的 它最高来到100 快要160了 这是6月27号的9点22分 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到7月份的时候 7月底的商店街 9支涨停 有没有看到 9点7分 我们再看到 这个8月份 智勤 到今天4成 今天还差点涨停板 6天有5支涨停 4支涨停 好 那么 接下来的9月份 会不会是这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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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但是它涨上来了 有没有看到 绿能有没有看到 好久没做太阳冷了 我这一次挑的是绿能 有没有看到 绿能 这档股票叫绿能 绿能 这档股票是绿能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它不知道 还是林群呢 最坏的状况 因为你把投资组合建构起来 可能有三档 可能有四档 那最坏的状况 输赢不大 跟着指标做嘛 输赢不大 对的话呢 这个是1.6倍 这是1.5倍 这是9支涨停 这是短短几天当中的 接近五成的获利 那这个呢 机会又来了 我们来看看这些股票 我们来看看这些股票 做什么都要有依据 这个叫 中国大陆的太阳能概念股 老师 你现在讲的太阳能概念股 怎么没有 无习尚德啦 江西赛维啦 低太阳能 同时没有 我们现在走的是 中国大陆这一块 这个叫新南洋 它是太阳能 有没有 中国大陆啊 这个叫分布 最近他们的这个 我说过 他们一直在维次基 维次基 最近他们在搞一个 叫做什么 叫做分布式太阳能 这个太阳能 不用从大电厂出来 就算你们家 每个这个社区 都有一个小小的太阳能站 这个叫分布在小地方 每个都有 每个都有 这个太阳能结合智能电网 智能电表 智能电网 这一档我要就是代表国 你看 从上个礼拜 他们消息面出来说 一支 两支 三支 这不见的原因不是 不是不见啦 他这边有一点一点 有没有看到 一点一点 这一支 两支 三支 已经拉了五支涨停了 已经拉了五支涨停 今天是爆大量 爆大量了 最后还是涨停 这个叫新南洋 那么我们一定是慢半拍 你看同志们做股票很好做 你看看 我们居然慢一下半拍 你还有时间布局 你看 至少这个股票就这样涨上来了 有没有看到 这个绿能就是这样涨上来了 就涨上来了 今天早上跟大家讲 同志们觉得老师会不会最高 不会 会涨的股票就是会涨 你那个不会涨的股票 宏达电还在流量 就利空不断 一直有利空 现在我听说 好像麦格里还看到八字头了 不是八百喔 你要搞清楚 已经看到八字头了 来看一下 这张股票 我们又要选择太阳能 又要选择太阳能 上游的报价大涨的概念股 又要选择跟智能电网 台湾大同就是做智能电表的 已经有大订单 好几年了 好 它的相关的概念股就是绿能 大同转投资 你看是不是这里 转多 你看 这样操作叫做什么 说到做到买到赚到 轻轻松松 就是这样操作 而且投资朋友经常问说 老师我们不要追高 不要追高 好啊 点了一大段不是机会来了吗 现在题材在他身上 你就用力的说到做到买到赚到嘛 不是就这个意思 对不对 观念在这边绕 好 那么这也是今天早上跟你讲的一档股票 看看这个 没有关系 这个 这个我们 这个CACRM这档股票 Salesforce 今天没有硬没关系 创新高 这个股票 我记得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 这个云端啊 我就看好林群 林群跟这个 这个金城 金城今天不会长停板 早就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如果长停板 他差一档就过新高了 当然还要留到明天再攻 不然今天 就会有卖压出现了 所以 在技术操作上 他是有观念的 你看 我们讲完今天他 我们之前做了一段 卖出一次 再拉回再继续做 上个礼拜就开始卡位了 上个礼拜 所以我说过啊 只要你研究的够透彻 你就能够怎么样呢 你就能够做到 事先预告 我前几天就跟你讲 事先预告 提前要做这个布局了 你看 你又轻松了 这一段做完 有买有卖 再来一次 包括金城 明天可能又要动了 之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 IPv6 中国宽评 那么多档股票 我就选这一档 就选这一档而已 大家应该知道 叫起基 有没有 讲了好多次了 也是在这个早上的节目 都提到过 你看 结果呢 我一直跟大家讲 这是法人最爱做的股票 明天4G就要发 这个答案就要出来 这个明天就很有趣了 你看 已经这个样子了 但是有没有 跟他是没有关系的 他也不会利多出去 因为利多才要刚开始 4G变5G 微型激利台 指标就是他 以前啊 都是法人最爱做 他以前做过什么叫 他这是标准叫雷雕天线的 后来才发展为 微型激利台的 这是早几年 他以前也是很标的股票 你看 样子都不一样了 有买有卖 慢慢的 一档股票 一档股票 事情就不用说了 不知道说几百遍 我去演讲会 经常提到这一档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看到 钱进来了 我们在电视上 也是在这个地方讲的 有没有 在电视上也是这个地方讲的 在这个地方讲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这里 八月底的时候 是不是 讲完之后你看看 是不是 连拉 连拉 上来 那对我们那样指标没有转热 之前我们都续报 甚至考虑短线加 等指标转热就卖一趟 如果机会还可以 拉回再继续做 就好像我们 我们做股票 做这种股票是一样的 我操作都是这样 我不会死报活报的 有买有卖 再来一次 不断的循环 你赚得更多 而且你更安全 这个才叫做操作 能够这样做 是因为我们 掌握到 国际股市重要的资讯 我们最后再跟大家提到 5月1.5 1.6倍 6月1.5倍 9支涨停在7月 8月份到现在四五成 有没有 9月份是不是 你的机会来了 把握这个机会 赶快跟我们做联络 这正是你9月份 大翻身的好机会 这个消息 这个题材 这个未来的标马股 你一定要掌握得住 好 包括了在刚刚看到说 不管是在这个智勤啦 还是包括了在绿能 算是9月份的 这个新的个股 还有在凌晋的部分 也算是9月了 今天这个第一个交易之下 就对那个特别提出来 一个新的个股 也许能够在9月份 持续的发光发热了 更多的分析 还是请它持续索定 明天下午2点钟 台股心工队 我是韦庭 我是俊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